多头犀牛被大象强暴致死 原因究竟是什么 非洲公象有多残暴 大象这种动物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无论是在动物园还是影视剧中 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 并且它们的智商非常高 甚至能够在经受训练之后 听从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生物 却频繁做出强暴犀牛的行为 这种行径与我们印象中的大象完全不同 既然如此 导致大象出现这种行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难道它们的本性就是如此吗 我们都知道 作为群居动物的大象 主要都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活 并且在族群中 母象常常处于领导地位 而公象则会负责保护象群的安全 由于大象的存活时间特别长 所以它们想要达到性成熟的阶段 就需要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之前 小象通常都会生活在母亲身边 并且学习一系列的生活经营 等到公象成年之后 它们就会脱离原来的种群 从而加入其他的象群中 虽然绝大部分时候 大象都会展现出一副十分温和的姿态 但是每到它们进入发情气候 公象便会不自觉地变得暴躁 并且它们与绝大多数动物一样 都需要通过打斗来获得交配的权利 所以那些无法进行交配的大象个体 难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暴躁 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欲望而不择手段 此时在大象眼中毫无防御能力的犀牛 就成为了它们的首要选择 从而导致很多犀牛在大象的强迫之下丧失生命 多头犀牛被大象强暴致死 原因究竟是什么 非洲公象有多残暴 虽然进入发情期的公象脾气 会变得暴躁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 但是它们频繁地与犀牛进行交配 却是一件不太正常的事情 为了搞清楚造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 专家们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并且从中找出了真相 对于未成年的雄性小象来说 生活在母亲身边的那段时间 能够学习到很多生活经历 然而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以及非法狩猎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大象因此丧失了生命 象群中的社会结构也因此遭到了破坏 失去了母亲的庇护 小象根本无法学会正常的生活经历 甚至在它们长大之后 不懂得如何向异性使爱 更不知道如何正常地进行交配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们得不到异性的情爱 就只能从周围的犀牛下手 甚至有些弓相会将自己的欲望 发泄到物体之上 除此之外 人类非法猎杀是一种十分残暴的行为 对于智商极高的大象来说 亲眼目睹过亲人被杀害 将会成为他们一生的阴影 那些痛苦的记忆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并且对他们的行为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总的来说 造成这种局面的出现 离不开人类行为的推波助澜 既然犀牛总是被弓相袭击 那么他们是否有办法抵抗呢 对于我们来说 无论是大象还是犀牛 都属于体型比较大的动物 但是雌性犀牛在面对弓相的时候 在体型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因此即使它们想要逃跑 也是无能为力的 并且对于弓相来说 它们更喜欢从犀牛的背后下手 所以就导致犀牛出现了很多视野盲区 想要逃跑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如果一直放任弓相的这种行为 那么就会导致自然界中 死亡的犀牛数量越来越多 既然如此 如果想要阻止弓相的这种行为 又该怎么做呢 造成弓相强暴犀牛这种现象的发生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由于人们的行为造成 所以要想缓解这种情况 需要从根本上 遏制人类的非法普遍性 这样一来 未成年的小象有了母亲的病 就能够学习到 交配繁衍的正确方式 在发情期时 即使脾气变得暴躁 也能够通过对异性示爱 来达到交配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 对犀牛下手的弓相 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对于那些 已经在脑海中留下阴影的空想 进行心理疏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既然他们已经有了悲惨的痛 那么就应该通过人为的引导 来纠正他们不正确的行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